好 其實各位可以做的工作 真的滿多的 而且很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佩穎 妳曾經幫助過一位小女孩 然後她的悲慘人生 基於當時還上了新聞 對 那這個小朋友 她那時候當下是讀國中 她又很想要去她的畢業旅行 那第一個是 她沒有畢業旅行的這個經費 第二個是她有一個媽媽是 左半身還是右半身 整個是癱瘓 是全天她沒辦法做到 像我們這樣很正常 她是整個是一隻手是攤著 沒有辦法騎的 也沒辦法睡到床鋪上 連這麼高的床鋪都有困難 那這個小朋友呢 她只擔心說 她如果去了她的畢業旅行 那我媽媽的三餐怎麼辦 沒有人照顧 沒有辦法媽媽送三餐 那當下只有她 這個小孩子 這個妹妹跟她的媽媽 那好 第一個我就幫她 先跟學校講說 我們這邊幫她籌經費 第二個就是請林長 還有跟製助長講說 我們上餐都幫她送 那第一天她女兒 背著背包要出去的時候 她以為 媽媽就以為是說 女兒不要她了 當天早上很早 就爬 想盡辦法 因為以前的公寓是舊公寓 沒有電梯的 她想盡辦法爬下來樓下 大哭大叫 說她要找她女兒 結果鄰居聽到說 第一個就趕緊 當下就說 把她先帶到旁邊去 因為很危險嘛 路 然後帶到旁邊去 然後第二個動作 就是打案給我到現場去 我就跟她講 安撫了她很久的心情 她才願意上樓上去 那她有一個哥哥 那哥哥也是有一點精神上 有一點有一個狀況 也被送去精神病院去做治療 那因為哥哥他有一些會攻擊人家 他們的狀況是這樣子 那有一天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媽媽就永遠都睡在 這一個棉被上面 不管冬天 夏天 就是一定要這個棉被 誰都不能動她棉被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都不行 連她自己的女兒也不行 那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不能動棉被 然後不肯去洗澡 最後才發現是說 棉被裡面有滾了一筆錢 這一筆錢她要給她這個兒子的 她一直堅持說 因為她只有一個獨子 她這一個錢是要給她兒子的 但這些女兒都不知道 就是一個秘密就對了 棉被裡頭的秘密 對 但這個媽媽就是 就是怎麼樣都不講 棉被也不給人家動 就是守著這個棉被這樣守著 不給人家動 到她兒子回來的時候 她把自己關閉著這個房間裡面 然後是熱衰竭 濕在房間裡面 兒子在家裡頭暴斃 暴斃 為什麼會熱衰竭 因為她沒有 她家裡她房間裡面很悶熱 然後她也不開電商 什麼都沒有 就是精神其實 她還沒有完整的是好 可是醫院也怕她說 她其實應對能力什麼都OK了 你可以出院了 她回到家之後 她也連媽媽見過裡面 然後就這樣看了一下 她就進房間 從此沒再出來這個房間了 我問她那個小女兒 我說妳哥哥有沒有出來房間 沒有 然後沒有 那妳哥哥有沒有出來吃飯 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結果我們去小門也沒有回應 然後我們把門撞開了 結果哥哥是裸體她那邊 已經師班都出來了 天啊 那已經好幾天了 對 她媽媽就在旁邊就大哭 她媽一個崩潰吧 對 然後跟她媽媽聊... 聊好久 然後快三個多小時 她才講說 她就從棉被裡面 在滾滾滾滾滾 還拿出來 就說她有一筆錢要給她兒子 鎖了一輩子 天啊 就沒有用到 對 小妹妳曾經接受過 一個老師的請託 然後幫助一個 是行為偏差的孩子 對 其實我小孩 從念國小開始 我就一起進去校園當志工 那就是幫忙帶小孩 然後因為他們每個禮拜 都會有兩天 老師是不在的 所以就去當成 一間媽媽的部分 然後去陪伴我的小孩成長這樣 那有一個小孩 每天都會很大聲的跟妳說 叫媽媽好 然後我也覺得她很可愛 很嬌小 很瘦小的一個孩子 但有一天 我兒子就跟我講 媽媽 那個誰誰誰 偷了我的玩具 我說為什麼他偷妳玩具 他說我們就是考完師 可以帶玩具去啊 所以我就放在桌上 那後來我回來的時候 他就不見了 老師發現在他抽屜裡面 然後第二次 我爸買了一支 大概一百多塊的自動鉛筆 那鉛筆放在鉛筆盒 鉛筆盒在書包 書包在書包櫃 所以這個小朋友就等於是 打開他的書包櫃 打開書包 打開鉛筆盒 拿出那支自動鉛筆 把那個筆擦的地方折斷 貼上自己的信用貼 好聰明喔 是不是 好聰明喔 對 這次就是偷了對不對 那我就跟老師討論 後來很多小朋友就開始 討論說他也偷我什麼 他也偷我什麼 他有這樣全部了解之後 全班三十個人 大概每個人至少被他偷三次 就是統統都有 全部都有這樣 對 那我們確認他 確實是偷竊行為的時候 其實我有一點驚訝 因為這是一個 非常有禮貌的孩子 那老師就要跟家長聯絡 就是我們需要家長一起來 我們看是不是可以解開 他的心結 導致他這個動作 家長就說 老師就說那個媽媽 我們發現 那個誰誰有偷東西這樣 他媽媽居然很輕鬆自在說 我知道啦 他頭帶這麼多朋友的東西 回來 我知道啦 家裡這麼多 我是大傻眼 大傻眼 對 然後他說 那我們就是這個家長 想要跟你聊一聊 是不是我們可以幫忙 小孩子打開心結 矯正他才過小一年級 媽媽馬上就 我沒有 我跟妳說我沒有要去學校 我沒有要去 為到他做的事情 去跟他學 是嗎 我不要 你自己跟他處理 我媽媽放棄 他自己應該負的責任 我說你是他的媽媽 他才一年級 我們可以糾正他 導正他 你為什麼不要來 就是好好的 我沒有要跟你追究 你的責任 我只是希望這個孩子 他可以一起幫助他 走回正回 還這麼小 我們可以調整他的 然後他也是一個 其實滿乖的小孩 只是有心結沒有解開 媽媽就我不要 我不要 你自己跟他解決 那媽媽你已經跟我說 我可以跟你的孩子 自己解決 所以我就到長台 我就說 那張媽媽要打他三下手心 那大家都做見證 但這三下手心打完之後 我們大家給他一個機會 再跟他當朋友 然後要提醒他 我們要當好小孩 要當乖小孩 不要做錯事 然後我就打三下 打完之後 我就說好囉 大家怎麼看到 我們打三下手心 那我們要重新跟他當朋友 然後大家就說好 那我幫他請出來 我就說 那你為什麼要偷人家東西 他就說 因為我媽媽都不買給我 我就說 那你有什麼東西 是你很想要 你家裡面不買給你的 他就說 我想要一組戰鬥陀螺 我說你要什麼顏色 他說我要綠色 我說張媽媽明天 就買一組戰鬥陀螺 放在教室的書櫃最高點 然後從現在開始到寫期末 你都不偷別人東西 成績進步五年 你就可以把他帶回家 對 有獎勵制度 對 就是獎勵制度 然後因為我每個禮拜 還是會去兩次 所以他每個禮拜 還是會看到我 那我就知道 到底有還是沒有 然後只要他稍微 有一點壞的時候 老師就會指一下 戰鬥陀螺 戰鬥陀螺 對 所以到學期末之後 他第一次考試 進步了三名 第二次考試 進步了五名 然後到學期末 戰鬥陀螺真的帶回家 當天晚上 他媽媽打電話給我 他有跟我講說 真的很謝謝我 謝謝我 不好意思讓我破費這樣 其實是要教他 用正確的方式 去得到他該得到的東西 我覺得是可以溝通 是可以教導的 對我覺得這點還蠻重要 很棒很棒 每一個付出 其實都一定會有收穫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 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 我們有很多獨家的 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 親朋好友吧